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主要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明早上好 包雷早上好 观众朋友们早安 给我们介绍一下室外的天气情况 好的 今天早上阳光并没有那么灿烂 太阳藏在云层当中朦朦胧胧的 但是室外已经开始起风了 今天早上沈阳的室外温度能够达到18度 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也是集中在22度到21度之间 那今天的温度又上升了 但是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天气截然相反 那这个周六我省白天是又晒又热 明天会迎来降水降温的天气 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今天白天的时候 大部分地区是以晴朗或多云的天气为主的 但是今天夜间我省会迎来冷空气 届时会迎来一场大范围的降水 全省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所以今天晚上晚归的朋友要随身带上雨具了 那今年全省的温度继续上升 只有沿海城市的最高温度是在30度以下 像大连丹东锦州迎口盘景葫芦岛地区的最高温度 是集中在23度到27度的 而其他地区的最高温度全都达到30度以及以上了 最热的地方是朝阳地区 今天冲击到了35度的高温 所以白天的时候除了做好防晒以外 还要做好防热的准备了 那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风力 全省今天都刮西南大风 而且西南大风的风力非常的相似 主要是集中在5到6级啊 阵风会达到7级以上 所以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 还是要做好防风的准备的 那预计明天呢 我省的降雨还会延续 届时温度会下降超过10度左右 所以明天会有一点凉爽的天气 那天气不能左右 但心情可以把握 大家周末愉快了 我们来关注新闻 5月20号零时至24时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一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为迎口式报告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截至到5月20号24时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23例 含境外输入98例 治愈出院406例 死亡2例 在院治疗15例 目前尚有12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沈阳的情况 截至到5月21号15时 沈阳市已连续4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北极疫情共报告确诊病例4例 均在沈阳市第6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目前沈阳市共有中风险地区4个 按照中风险地区管控要求 由和平区余虹区指挥部负责落实封闭管控措施 确保风险不外溢 沈阳市于5月18号开始 在上述地区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截至5月21号9点 沈阳市四区核酸检测工作全部结束 实际检测102.01万人 完成率107%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5月20号 引口18于全区雄岳镇9个重点管控小区 进行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涉及居民1万多人 在9个重点管控小区之一的 金灿花园小区记者看到 采样人员正有条不紊地 为小区居民进行采样 从凌晨5点开始筹备 那么6点开检 我们整个小区设置了 5个固定的检测点和一个流动检测点 那么我们这一个流动检测点 专门为我们小区的特定人群 老 幼 病 禅 孕 提供上门的检测服务 不到三个小时 该小区1000多居民 顺利完成了第三轮核酸采样 同样是重点管控小区的 紫禁湾小区 格林新院小区 和幸福家园小区等 也同步进行核酸采样 据了解 三个小区共有居民近5400人 共设立14个核酸采样点 和三个流动核酸采样队伍 目前 霸鱼圈区雄岳镇 九个重点管控小区 一万多人的核酸采样工作 已经完成 全民接种疫苗的工作 正在有序进行中 细心的市民会发现 不同种类的疫苗 需要接种的次数也不一样 这是因为疫苗研发技术路线 和生产工艺不同 所需的接种剂次也就不同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需要接种两剂 第二剂次应当是在第一剂次 接种后三至八周内完成 现病毒再提疫苗需要接种一剂 无需考虑接种间隔时间 说到现病毒再提疫苗 目前这种只打一针的新冠疫苗 已经在北京上海 天津浙江河南安徽等多地开打 想要接种一针疫苗的市民 携带身份证 在接种点填写知情统一书时 可以主动提出需要接种该类疫苗 不用单独预约 那么这种只打一针的疫苗 都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所有人都能接种一针疫苗吗 根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 通常的疫苗接种禁忌包括 对疫苗的活性成分 任何一种非活性成分 生产工艺中使用的物质过敏者 或以前接种同类疫苗时出现过敏者 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者 患有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严重神经系统疾病者 正在发热者或患急性疾病或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 或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患者 妊娠期妇女 一针疫苗的保护力可以持续多久呢 上海市疾控中心介绍 到目前为止 收集到的有效性数据证明 康希诺腺病毒载体疫苗的保护时间 可以达到6个月以上 由于距离疫苗研发时间不长 对疫苗免疫持久性的持续性观察还在进行中 此前 对采用同种腺病毒载体技术的埃博拉疫苗 做了免疫持久性观察显示 接种两年之后 仍具有足够的保护力 一针疫苗能否与其他疫苗混合接种呢 上海市疾控专家建议 已经接种过一剂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者 建议使用灭活疫苗完成全程接种 已经接种完两剂灭活疫苗者 暂不建议使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加强 其他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应大于14天 接下来浏览国内大事 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银保监会20号表示 去年银保监会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共做出6581件行政处罚决定 罚莫合计22.75亿元 取消撤销任职资格161人次 禁止从业312人 银保监会表示 下一步将坚决打击人为拉长融资链条 推高融资成本行为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生态环境部 近日发布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规定 将产品召回由安全召回扩展至排放召回 有效发挥排放召回在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 保障人体健康方面的作用 规定将于2021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在20号的吹风会上表示 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2亿人 为进一步支持灵活就业 为灵活就业创造好的环境 人社部将研究制定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措施 推动开放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 参加设保的户籍限制 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抓紧清理和取消不符合上位法 或不合理的收费罚款规定等 当地时间21号20 巴以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正式生效 停火协议生效后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列队走上街头欢呼庆祝 当晚 城市上空彻夜燃放烟花 人们在街头挥舞巴勒斯坦国旗 点亮无数灯光 街道上洋溢着对于劫后重生的喜悦 5月10号巴以爆发严重冲突以来 已造成巴方232人死亡 其中包括65名儿童 乙方12人死亡 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属风流人物 今天我们要追一两位出生入死屡见功勋的 我军高级指挥员彭雪峰 罗炳辉 彭雪峰1907年生于河南振平 大革命时期接受马列主义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被派往苏区 他曾因追悔被叛徒所挟的一个团 而荣获红星奖章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危难形势下 彭雪峰协助朱德 周恩来等指挥战略转移 1936年 彭雪峰担任特使 立促国共合作 1938年 他率部开展玉西敌后游击战 开辟玉碗苏边抗日根据地 1944年9月11号 彭雪峰在河南下议巴里庄 战役中壮烈殉国 十年37岁 彭雪峰将军对党忠贞 舍身许国 体现了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 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罗炳辉 1897年出生在云南仪良 1915年入滇军当兵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率部起义参加红军 指挥所部参加龙刚 广昌等战役战斗 连战连胜 长征中 他率红九军团屡单掩护重任 被赞誉为战略清旗 抗战时期 罗炳辉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 第二师师长等职 为开辟和巩固晚东淮南等根据地 作出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 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 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1946年6月21号 因病在蓝陵逝世 他用毕生经历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为民族独立 自由解放而斗争 罗炳辉将军真正全失了 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 坚强抑制和不朽精神 永远值得我们 免回合学习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我们先把视线转移到云南 5月21号21时48分 云南大理州央壁县发生6.4级地震 震源深度8000米 此后又陆续发生震级稍低的地震 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 地震发生后的强余震 仍然会有一定的破坏性 接下来我们进入百秒庙评 遇到一位好老师啊 那是人生的幸运 近日四川宣汉的一位杨老师 上课的时候 看到一个学生穿着老式解放鞋 并且这个鞋上还有一些破损 老师就想到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害怕学生因为和别人不一样而自卑 于是呢第二天 老师也穿上了同款的解放鞋 并且表示我的兵我来陪 对于杨老师的举动呢 网友们也是纷纷点赞 不过杨老师说 自己只是做了每个老师都会做的事 一个看似微小的暖心举动 让孩子的回忆里同样一双鞋 有了完全不一样的颜色 教育无他为爱与榜亮 那对于这句话呢 显然有一些老师并没有理解到位 近日湖南有顺县的一位老师 让未参加捐款的学生排队录校 并且将视频的发到家长群中 动员学生家长募捐 据当地教育和体育局回应 本次募捐是由永顺县教育基金会发起 募捐款项将全部用于公益慈善活动 经批评教育 涉事教师已经向家长和学生道歉 涉事教师谢某某被行政寄过 调离该校 校长彭某某就地免职 当慈善变成任务就失去了她原有的善意 这个道理应该不难理解 如今呢 电信网络诈骗真是花样百出啊 不少人上当损失惨重 去年呢 江苏常熟的王女士就遭遇了一次诈骗 损失了22万 接下来她用了8个月时间 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王女士竟然在事后继续跟骗子聊天 让这个骗子慢慢地爱上了自己 近日呢 王女士成功地将这个身在东南亚的骗子 忽悠到国内 引到警察的面前 常住民警将骗子抓获后连连感慨 这是自己从警以来见过的 最最最厉害的报警人了 骗子以为自己拿到的剧本是言情小说 没想到结局是法治在线 真爱也得用恰当的方式来告白 5月20号 四川江苑的一男子呢 身穿一身白衣 骑着一匹黑马 背上捆着一大树的鲜花 要去向一位女孩表白 接到举报之后 这个交警就把男子给截停了 并且对他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 骑马本身并不违法 但是在车道骑马有安全隐患 男子认识到错误之后呢 就改为牵马走人行道了 虽然说没能够骑马出场 但是如果真的相爱的话 你依然会是他心中的那个王子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网络诈骗啊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这个话题 在很多的诈骗活动中呢 都会用到山寨版的投资理财软件 受害人下载之后呢 以为自己是在正规的平台投资 但是实际上 这些APP的后台是骗子来控制的 钱冲进了山寨版投资平台之后 很快就进了骗子的腰包 那么这些山寨版的APP都是哪里来的呢 最近武汉警方就打掉了一个 打着科技公司的幌子 帮助开发涉嫌诈骗传销 非法集资APP的团伙 今年4月武汉警方抓获了一名诈骗嫌疑人刘某 经过审讯刘某交代 自己冒充投资顾问 引诱受害人通过某山寨版理财软件 在一个虚假理财项目上投资 实际上受害人冲入理财软件的资金 会直接转进他的账上 而他使用的这款理财APP 是从武汉光谷某写字楼内 一家科技公司购买的 获取这个线索后 武汉市公安局红山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 对这家公司进行了调查 5月8号中午11点 办案民警对该公司进行了清查行动 当场控制公司老板韩某在内的25名嫌疑人 扣押台式电脑130余台 笔记本电脑10余台 实案手机近百步 查扣服务器20多个 经初步调查 这家公司共开发了各类软件150余款 其中35款涉及犯罪 这个APP公司主要由技术部门 行政部门和销售部门构成 其中技术部门负责开发下游犯罪的设APP 掌握着后台数据和盈利模式的设计 是我们这次查处的核心部门 除了开发和制作软件 这家公司还租用了140多个境外服务器 用于存储下游犯罪团伙的数据和项目 每个开发项目 公司收入少则数万 多则十几万元 你拉人头提点的方式 涉嫌组织领导传销 有的虚构项目引人入金 前期反例 后期割韭菜 涉嫌棋子诈骗 有的干脆直接修改虚拟币走势 引起投资人亏损 我们在公司技术总监的微信中发现 其在与同学亲友群中直接说到 我就是做杀猪盘的 目前该公司老板 总经理 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等10人 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被红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现在不少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都安装了门禁系统 需要缴纳费用之后使用 但是有的人却专门动歪脑筋 总想投机取巧 前不久 家住沈阳的一位车主 突然接到手机短信 提示自己的车停在了辽阳万达停车场 并且产生了停车费用 可是这位车主人在沈阳 怎么就在辽阳产生了停车费用呢 车主怀疑自己的车被套牌了 立即选择了报警 接到报警后 辽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文胜大队的民警 立即赶到了现场 在第一时间找到了涉嫌套牌的车辆 该协议车辆前后 牌照不一致 然后那个使车在前面牌照 就夹了一张假号牌 按照民警的说法 这个号牌是真的假号牌 假到什么程度呢 除了质感上是塑料质感外 在号牌上明晃晃的写着 门禁识别 随后民警联系了 正在干活的驾驶人李某 驾驶人李某是 沈阳蒙小区的一位业主 他那个车想进入小区 但是他没有停车位 所以说他进不去 他就仿照了一个 有停车位的业主的号牌 上网进行仿制购买的此号牌 李某交代 他平时都是正常进出小区 悬挂假号牌 进出之后会第一时间摘掉 但这次是由于着急干活 才忘了摘掉假号牌 中林驾驶人李某 因使用伪造 变造号牌违法行为 被处以罚款5000元 下指证继12分 并处以行政拘留3日 以处罚 5月20号晚上7点38分 大连市沙河口消防救援 大队台山消防救援站 接到指挥中心命令 有人不胜将手夹进机器中 情况万分紧急 消防救援站接警后 立即赶赴现场 发现被夹手的是一名 大约40多岁的男子 夹手的机器是运床单用的运烫机 缝隙小 男子特别痛苦 消防员们马上对机器进行破拆 在尝试将夹手的大轴剪断时 发现时心的十几厘米的钢轴 很难处理 又马上改变战术使用减阔器对机器进行撑顶 尽量撑开缝隙 20分钟后 在众人的努力下 被困男子终于把手抽出来了 并被立即送往医院 谁承想男子手被救出后 因挤压戴在小拇指的戒指变形 卡住了手指 而且小拇指已经骨折 寻找多家医院都无法把戒指取出 无奈只能再次求助消防人员 半夜11点24分 在朋友的陪同下 该男子再次来到干井子路 消防救援站寻求帮助 消防队员发现 这位男子手臂偷困后 整个手掌出现大面积肿胀及变形 卡在右手小拇指的是一枚不锈钢材质的戒指 又宽又厚 质地坚硬 因为被卡时间较长 血液不流畅 不及时取下 不仅医院无法对手臂进行救治 甚至有肢体坏死的危险 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确定拆除方案 找到了最佳操作位置 为防止伤口出现感染状况 消防队员还利用医用酒精 对伤口及破拆工具进行了消毒 随后才慢慢对戒指进行破拆 经过十多分钟的紧张救助 随着一声脆响 戒指被成功取下 消防员们再次帮助男子 对伤口消毒后 叮嘱他尽快就医 俗海说女人是水做的 其实不只是女人 男人同样不能缺了水 因为从身体成分来讲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水都占据了人们50%到60%的体重 可见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过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喝够了水呢 饮水对身体的每个系统都很重要 它有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和输送 以及体温的调节等 但总有一些人对喝水并不在意 每天很少喝水 其实当人体出现以下八种现象时 就说明喝水不够 第一种现象是口渴 口渴是身体需要喝水的 第一个自然信号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脱水的迹象 反应迟钝也可能是身体缺水的表现 根据2013年1月发表在英国营养杂志上的一项 小型交叉研究发现 缺水导致的轻度脱水 会增加混乱和疲劳感 降低警觉性 而喝水能够立即帮助参与者提高警觉性 非常想吃东西 也可能是因为身体缺水 有研究发现 适当补充水分 可以在两餐之间保持更长时间的饱腹感 身体缺水还可能会让人感到头疼 根据美国国家头痛基金会的说法 脱水会引发头痛和偏头痛 此外排尿色数减少 尿液颜色异常 皮肤干燥 以及便秘都可能是缺水的表现 专家建议 人每天最好及时补充水分 需要注意的是 水不仅仅是指白开水 一些水分丰富的食物 比如水果 蔬菜 酸奶等 也能帮助身体补充水分 今年我省高考迎来了新变化的第一年 不再是传统的文理分科了 而是采用3加1加2的模式 距离高考还有两周左右的时间 这俗话说临阵磨墙不快也光 那在最后的冲刺阶段 考生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今年辽宁浦东高校招生考试 将采用3加1加2的模式 其中三为全国同考科目 语文 数学 外语 所有考生必考 一为首选科目 考生需在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的 物理 历史科目中选一科 二为再选科目 考生可在化学 生物 思想 政治 地理四个科目中选择两科 同时 这届考生还面临 新旧教材交替的情况 不过万变不离其宗 不少老师表示 在最后这一阶段 考生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回归到最基础的教材中 它命题的方式上有些变化 比如说现在会以情境为载体 来做一个命题的一个背景 那对孩子们其实提出 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 但是如果说从学生这种 考点的要求上来看 它主要还是关注了 新旧教材的交叉点 所以这个时期回应教材是首要的 在认真复习教材和考纲的同时 回归真题更能让考生进入状态 考生可以通过对真题进行解析 让自己的思维尽可能地接近高考命题人的思维 就是不要再贪图难题挑战难题 应该回归高考 比如说可以做一些全证的那个高考真题了 找一下高考的感觉 找一下高考的难度 要花一定的时间保持手感 保持咱们做题的语感 英语比较讲究语感 当你掌握了大量知识之后 语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而这个感觉是需要通过训练了练习来保持的 同时老师表示 考前最后冲刺阶段 考生应该进行有针对性的抓重点 看错题 有效提高答题速度和准确度 第一时间林瑶 刘晨浩报道 随着高考模式的变化 今年填报志愿的方式也有所调整 新的高考志愿表要怎么填呢 怎么才能不浪费自己的高考成绩呢 让老师们给大家支支招 据了解 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按历史学科类 物理学科类 两个类别分裂本科高职专科招生计划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统一录取模式的批次和阶段 考生志愿由专业加学校组成 采取一所院校一个招生专业为一个志愿 实行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 与原来以学校为单位的志愿模式相比 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以往呢 我们本科批次可以选的是16个院校 每个院校可以选的是6个专业 是院校优先录取 然后院校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专业的划分 今年呢 是一个专业加一个学校 这又叫 这又叫一个那个志愿了 只是说以前一个大学这6个专业 才算你一个的志愿 现在是一个专业加一个院校 就算你一个志愿了 在新高考录取规则下 辽宁考生可填报112个专业加院校志愿 填报志愿时 考生首先要对自己的高考成绩在本省的位次情况有所了解 同时 新高考改革后 考生需要面对的考试科类组合增多 不同院校专业对考生的选考科目要求也不相同 老师建议 相对科学的定位应以具体专业选择优先 进而确定目标院校 家长首先要看的是自己的选科 由我们三加一加二能够做出12种选择的 你的专业和这个你的选科要求是不是一样 像我们说医学专业的时候 很多的医学专业要求是化学或者生物必须选这个一门 同时呢 还要把孩子的专业有建议是多选几个 不要出现是什么样的 我在孩子就学计算机 我就把所有的专业都填成计算机了 这时候再想一下 我软件工程能不能学 网络安全能不能学 另外 今年辽宁省高考取消了 因不服从调剂而退党 新模式下取消了专业调剂 这也要求考生们填报志愿时要有梯度 机遇呢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了 我们可以不像往那一样要一定要服从调剂了 而且往年的时候调剂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那么挑战呢 就是某些热门的专业呢 就是大家家长都很喜欢这样的专业呢 它的分数呢 会变得很高 那这样呢 实际上呢 会带来一些风险 首先呢 第一个风险呢 可能会掉党 然后第二个风险呢 就是可能我们会牺牲院校的层次 咱们应该多准备几个专业 而且最好是冷日间报的 第一时间 林瑶 刘晨浩报道 高考在即了 学生家长都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 那除了知识储备的竞争 也是身体和心灵的竞争 一些考生难免会出现考前焦虑的问题 因此呢 这个阶段怎么缓解焦虑 保持平常心 这也是智盛的法宝 高考是全社会都重点关注的话题 在巨大的心理预计下 考生们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烦躁不安是这一阶段考生们普遍出现的心理问题 随着考试临近 孩子们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 而导致的压力过大造成的 所以这时候既不要过高 也不要过低地去评价自己 就顺其自然 自我接纳就好 有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 肯定是对考生的心理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比如说每天给自己一个奖励 定一个奖励 然后比如说今天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完成了 就可以奖励自己 比如说有十分钟看杂志 老师表示 当考生出现心情不好 状态不佳的情况时 可以暂时放缓自己的学习强度和进度 适当偷懒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休息方式 倾诉 运动或是睡觉以缓解紧张情绪 同时 家长考前的情绪控制也是孩子最好的心理支持 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学习的知识框架结构已经基本定型了 让他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是很关键的 就不要过多去干涉孩子 总去问孩子你富裕啥样了 实际就强调孩子去过度关注自己的学习结果 这样反而会让孩子交流 另外老师提醒 考生的作息时间应提前一周进入考试状态 要按照考试时间进行调整 此外 在饮食上也应保持平时的习惯 第一时间 林瑶 刘晨浩报道 最近呢 沈阳机架登上了恶搜 从5月16号到18号 全国主要城市机架搜索量明显攀升 其中呢 沈阳机架的搜索量是上周同期的四倍 而在沈阳呢 机架店的数量等于大连 安山 烟台 唐山 秦桓岛 机架店数量的总和 那么为啥咱们沈阳人就这么爱吃机架呢 为什么沈阳人爱吃机架 都说鸡肋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但机架却成了沈阳招牌小吃 没啥肉有啥可吃的 上世纪90年代 我国养鸡也快速发展 同时 下港潮也让数十万工人失去了经济来源 爱喝酒聊天的沈阳人便将目光锁定了最最便宜的 入食煸饺料 机架 熏 烤 煮 炸 辣炒 凉拌 配饭 配面 配酒 沈阳人能有一万种吃机架的方法 烤得鲜香酥脆的鸡骨 再配上一杯老雪 就是沈阳人心中的人间美味 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进入周末生活秀 秀平凡人的幸福生活 源源呢 是依景观的公主殿下 她想对守护自己的男朋友说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我愿意一直一直的陪着你 接受你的不定时加班 不定时被单位召回 等你执勤结束 等你出井归来 只要你回头就能看到我 你尽心为国 我全心为你 陈冰的女儿刚刚步入高中 紧张而忙碌的高中生活 并没有冲击她对兴趣的热爱 每天晚上女儿都要尽情的弹奏 每个周末尽心的绘画 愿女儿在理想的道路上 勇敢的走下去 于小红的儿子呢 不仅优秀而且孝顺 在单位她努力工作 业绩优秀 在家里她关心父母 分担责任 有这样的儿子十分的欣慰 希望儿子幸福美满 事业有成 林渊的爸爸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爱运动 喜欢跑步 受爸爸的影响呢 林渊也喜欢跑步 小学的时候 爸爸是跑团里边最小的队员 为了陪林渊学习 爸爸报考了会计师考试 每天晚上父子俩一起用功 老爸努力的样子 是儿子学习进步的动力 爱您 感谢您 照片定格精彩瞬间 视频记录日常幸福 欢迎您参与周末生活秀 您可以关注第一时间的公众号 发送生活秀 加上图片 和您享受的话 也可以发送到屏幕下方的生活秀的邮箱 期待您的参与 5月18号的下午 一阵不明的晃动 将深圳华翔北的赛格大厦 推上了舆论的焦点 之后的三天时间里面 赛格大厦又发生了两次明显的晃动 那昨天这一事件有了最新的进展 从5月21号零时起 赛格大厦因为晃动事件检测工作 暂停进出 等到相关检测完成之后 才会有序开放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仍有专家在现场检测 记者在现场看到 整个赛格广场仍然处于停业状态 一楼商户大门紧闭 整个大厦周围拉起了一圈的警戒线 在一号门出入口 有多位保安把守 陆续有租户商家 从楼内乘乡的搬出货物 据安保人员介绍 目前仅允许大楼的员工 商家等人进出大楼取货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温故之心 说古论金 继续我们有趣的成语大会 今天为您带来一个 走上人生巅峰 专门和自己媳妇过不去的故事 这个成语就是杀鸡求将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战国时期战无不胜的名将吴启 吴启是卫国人 年轻的时候在家乡混不下去了 就跑到鲁国 投入到了儒学大师曾子的门下 学习儒家学说去了 不过吴启的事业心有点太重了 连母亲去世了都不回家乡奔丧 那在儒家学派的理论中 吴启的这种行为是大大的不孝 所以曾子老师就越来越疏远吴启 相当于就把他变相给开除了 那儒家不教了 吴启就干脆弃文从武 转行去学兵法了 也就是在鲁国期间 吴启又娶了媳妇 是个齐国的姑娘 那公元前412年齐国和鲁国开战 这鲁国的国君鲁木公就听说吴启打仗啊 有两把刷子 就想让吴启呢来带兵抵抗齐军 这眼看吴启就要成功应聘 却突然卡在了正审这个环节了 哎 因为呢鲁木公听说啊 这吴启的媳妇是齐国人 那吴启不就相当于是齐国的女婿了 这鲁木公啊这呢怎么可能放心把军队交到这样的人手里呢 于是呢为了得到这个工作岗位啊 吴启居然直接把自己的媳妇给杀了 哎 以此呢来和齐国划清界限 最后呢果然应聘成功 并且呢带领鲁国的军队打败了齐国 成功的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可是呢他的这种杀妻求将的极端行为啊 也属实是让周围的人感到害怕 很快呢就在鲁国混不下去了 只能呢再次跳槽去了魏国 当时的魏国啊和西边的秦国在争夺河西地区 迫切的需要五起这样的人才 当然了春秋战国时候说的这个河西地区啊 指的是今天的山西和陕西两省之间 黄河南段以西的这么一块 那秦魏两国啊在这里打了足足三百多年 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 进攻河西占领了大片的土地 打得秦国抬不起头来 只能呢拼命的龟缩修城来防守 那魏国呢就在这里设置了西和郡 吴起也成为了西和郡的第一任郡守 那吴起呢还创立了战国初期的第一强兵魏武族 吴起啊就是带着这样一支部队啊 创下了大战72场64胜8平0负的傲人战绩 吴起呢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却也遭到了他人的妒忌 在魏国啊又待不下去了 只能呢又投奔了楚国 这吴起到了楚国之后呢 在楚王的支持下开始了变法 诶 楚国是强大了 但吴起的变法呢也得罪了楚国的旧贵族 公元前381年 这楚王一死 这些贵族就发动了叛乱 他们呢用弓箭来射吴起 自知逃生无望的吴起呢 就跑到了楚王停尸的地方 诶 往上面一趴 结果呢这吴起是被射死了 但是楚王的尸体也被射成了刺猬 那破坏先王遗体啊 可是抄家灭门的重罪 所以呢事后追究起来 有70多家贵族因此被灭族 那已经死掉的吴起 也最终用这种方式为自己报了仇 好 我们插播一条最新消息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5月22号2004分 在青海果多州马多县 北纬34.59度 东京98.34度 发生7.4级地震 震源深度17千米 此次地震震中距离黄河湘驻地7公里 距马多县城38公里 距西宁市385公里 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 据青海省应急管理厅消息 此次地震 青海全省范围普遍有震感 西宁震感强烈 其中马多县城 花石峡镇 黄河湘震感强烈 有个别围墙倒塌 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在临近甘肃省 多地也震感明显 截至4时 共记录到3级以上地震37次 4级以上地震4次 最大为4.6级 此次地震发生在牧州 当地多为砖木结构平房且分布散 可能造成一些房屋受损 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截至5月22号3015分 青海消防救援总队 共计集结4支重型救援队 6支轻型救援队 169辆消防车辆 775名指战员 携带生命探测 破拆起重 顶称防护 警械等消毒等器械 28,019件套 准备前往增援 经过专家紧急会商 综合判定认为 本次地震为主震 余震行 余震活动水平为6级左右 下不会对西宁 海东 海南 黄海等地的工作或生活 造成大的影响 有些人的举动乍一看是青铜 再一看是王者 浙江金华的王先生能用寥寥数笔写下某个人的名 180度翻转后就变成这个人的画像 目前他用这种方式画出了中南山 袁隆平等人物形象 王先生称 这种画法纯属巧合 并非所有人的名字都可以做到 听完这话 您是不是也有想尝试自己名字的冲动了 近日杭州一市民路过西湖边时记录下这样有爱的一幕 五只鸳鸯排成一排 摇摇晃晃地走斑马线 在市民们的守护下安稳地抵达马路对岸 拍摄者说 动物大自然和人和谐共处 感觉这个世界都很美好 那几只鸳鸯应该也是这么认为的 动物之间狭路相逢很多时候也是智者胜 近日在江苏长州某农庄一只大鹅被狗咬住后 就地装死然后逃生 大鹅主人表示 自己从监控中看到狗冲进农庄咬鹅 赶紧跑去救 好在鹅最后没有受伤 这也算无招胜有招吧 近日 一群滑雪爱好者在苏格兰的本尼维斯山上 遇到一次慢放的雪崩 据了解 雪崩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但这群爱好者最终平安到达了山顶并开始滑雪 苏格兰通常在每年12月到4月之间密集发布雪崩预警 但由于今年出现了不寻常的霜冻天气 5月初相关部门也曾发布过一次雪崩预警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行进 我们明天见 checkели 门合作词 整个字幕 t olh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